大家好,欢迎来到六度剧场,我们为大家介绍彭博社的深度报道,华尔街巨头遭遇中国风暴,在这个金融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华尔街的巨头们正面临着一场在中国经济浩荡潮流中的巨大风暴,一幕幕紧张局势和新的严格规定正推动着美国和欧洲企业, 他们不得不再冒险地同时思考如何降低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的潜在风险,在政府对其中国大陆子公司进行监管的情况下,一家华尔街的大银行已经采取了战略性的沉默,不再向负责人通报敏感的公司战略,以免政府窃听或事后要求提供详细信息。 同时,其他美国和欧洲银行纷纷在附近设立潜少基地,投资数千万美元用于在当地存储财务数据,并建立内部控制系统。 甚至有一些银行正在考虑重新构建资产负债表,实现与母公司更大程度的分离。 这些措施只是全球金融公司在中国分支机构内部正在进行的众多幕后策划之一。 他们的目标是应对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名颁布的新规。 摩根大通,摩根是丹利和汇丰等银行巨头,虽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关系,但却发现自己在一个日益复杂且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运营。 结果是,美国和欧洲银行的分支机构正在采取措施,将其在中国的业务围堵起来,这在现代国际金融业中实属罕见。 曾经被视为未来几十年扩张的关键业务的银行自公司,如今更加独立运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 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和产生的影响极为微妙,以至于十多位高管和知情人士只能匿名表达他们对局势的看法。 总的来说,这是对华尔街巨头们几年前梦寐以求的情景的彻底颠覆。 在2020年,中国放宽了对全球投资银行的限制,允许他们在中国大陆完全掌握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的合资企业,结束了全球投资银行令人沮丧的时代。 银行领导曾希望将这些业务整合到起强大的专营权中,以在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中更加积极地争夺交易和贸易。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政策的变化,这一努力变得更为艰难,使得这些地方前哨机构在与中国国内巨头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约翰、奥康纳、摩根大通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长,评论道,你会看到更多的围栏,你会看到更小的足迹。 在某些时候,风险是否真的值得吗? 对银行而言,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遵守中国新规的挑战,即限制公司从大陆跨境传输数据的努力。 这迫使许多贷款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在案建立数据中心,增加了成本和管理上的障碍。 据报道,将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信息隔离并实现技术本地化的过程异常复杂,以至于宛入华的花旗集团和高盛集团等银行纷纷遇到了困境。 然而,高管们表示,困扰他们的不仅仅是复杂的数据管理问题,更让他们担忧的是,中美在贸易或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有朝一日可能迅速恶化,这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公司花费数十年建立的子公司的能力。 回顾,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制裁,使花旗集团等公司几乎无法在乌克兰进行跨境银行业务。 花旗集团最初试图出售其俄罗斯业务部门,但最终选择承担平仓成本。 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索罗门在去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美冲突的风险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地缘政治问题,最近的不确定性促使他的公司降低了在亚洲国家的风险。 我们会更加谨慎一些。 他说,这些问题不容易解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新年致辞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即中国一定会统一,这是对台湾的一种隐晦表态。 他表示,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是沿在必要时采取武力收回。 这使得银行领导们更加担心,努力寻找降低风险的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美国银行家的担忧在银行的季度报告中变得越来越明显,报告中列出了银行在不同国家的风险敞口。 尽管高盛没有透露中国的风险数据,但其他竞争对手已经集体披露了大规模的撤离计划。 中国对数据输出的限制可能会妨碍金融行业的常规活动,从银行到会计师事务所。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家在中国运营的欧洲大型银行取消了出售资产支持证券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相关规定阻止该公司向希望获得更多信息以进行尽职调查的海外投资者提供相关汽车贷款的详细信息。 商务旅行变得更加繁琐,德勤和毕马威的美国合伙人在访问中国时发现无法进入主要办公区域,只能受到电脑使用的限制。 同样,中国合伙人在访问美国时也受到类似的限制。 即便是在亚洲的主要金融中心香港,全球最大的金融公司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查。 德勤最近将香港列入一个需要特别许可的名单,这与俄罗斯和中国大陆有相同的情况。 尽管一些行业高管私下里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澄清相关规定或为国际公司创造更容易遵守的途径,但目前看来,他们仍需面对艰难的现实。 一个促成交易的概念是建立绿色通道,加速数据传输的应用。 全球银行认为这样的通道有助于更高效地推动某些交易。 去年底,香港推出了一项试点计划,旨在简化大湾区内的数据传输。 福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副教授艾恩·科卡斯表示,这不仅是一个安全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稳定问题。 他指出,如果国际公司不能够跨境移动数据,中国公司似乎将占据优势,但许多国内公司尚未准备好在全球范围内运营,就像在国内一样。 在这一背景下,银行希望数据规则能更加清晰,这样他们就不会意外触犯官方认为可以接受的规则。 DLA Piper 律师事务所的数据保护与隐私,全球联席主席卡罗林·比格警告说,企业最不应该做的就是置之不理。 他指出,中国政府可能会对那些什么都没做的企业采取相当高调的执法行动,以树立一个榜样,表明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合规义务。 移动数据也成为合规的关键。全球银行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发先进系统,以识别洗钱或其他非法活动。 但如果数据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一目标将难以实现。规定将妨碍客户详情,工资内部财务甚至员工资料的传输,而在本地管理这些系统的成本可能会很高。 上海咨询公司Zibin Advisors总经理彼得亚历山大表示,公司正是图在全公司范围内整合管理成本,包括内部控制、人力资源和其他职能。 虽然他引用了与全球公司进行的一些对话,但没有透露具体是哪家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一些全球量化对冲基金反对中国资产管理协会的规则草案。 该草案要求他们在中国建立封建控制和其他内部系统,并在当地存储交易记录、策略原代码和算法至少20年。 当前,全球银行在向交易中国股票的客户销售衍生品或贷款时,通常会依靠其庞大的海外规模来建立对冲。 然而,了解这一做法的人士表示,未来的中国交易可能会在当地进行资本化和抵消,这可能导致子公司的操作空间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下降。 最终,银行领导们希望这种挑战不会持续太久,他们最终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中国庞大的经济中。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去年11月的一次峰会上表示,我不怕中国。